耶 千代年来街头事情流传着一个传说 无论你有什么寻求 只要找到第八号当铺 你都能如孕以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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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我敌不过你 你不要再折磨他们了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求求你 求求你 放过他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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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韩诺 我要你成为八号档铺的主人 八号档铺 没错 这里就是第八号档铺 真有这个地方 我以为那不过是市井传说 八号档铺可以典当任何东西 金银财宝 防射定产 用人家卷 人体内脏 四指 运气光阴 我什么也收 什么也要 现在正缺少打理着档铺的人 而我 选中了你 没错 这似乎是我能力范围内 可以应付的事 不单是能力 还有灵智 我说过 你的灵智偏向我 你会忠实地执行我的命令 物质的典当 只是引人上门的手段 而我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灵魂 灵魂 没错 越是圣洁的灵魂 越是珍贵 黑暗的世界和光明镜土 敌对了千千万万年 光明镜土始终强阻我们 只有人类灵魂持续堕落 圣洁的灵魂都关属了我们 黑暗世界统治宇宙的时机 就会到来了 期限哪 就算卖身为奴 总也有个期限吧 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 对 直到人类不再有贪念为止 你说 是不是要生生世世 不可能 我是血肉之躯 我能给的 也只有这一生一世 不会让你长生不老 血肉之躯不会再有损伤 没有生老病死 你会享有无尽的财富 天地万物 愿你愈取愈求 你可愿意 我 我需要时间考虑 好 你会同意 小雷 你的伤呢 还痛不痛 小雷 小雷 才醒了就下床 是啊 跟奶奶回房去啊 你爹可忙着呢 你也抱 乖啊 好重 我 我 我不想 我 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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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月鹰 刚才难道只是我的幻觉 只要你愿意追随 一切就会是真的 我不信 不信 我的父母 妻儿 他们将来会如何 他们会随命运飘来 命运要他们好 要他们坏 只能看他们自己的造化 我不阻止 也不帮忙 不行 如果要我付出生生世世 他们的生生世世 也要无忧无虑 我不是慈善家 我付出了我的生生世世 月鹰 好 你不给他幸福 那么 我来做当铺的顾客 是吗 你有什么交换 我点荡我的爱情 换他一生的幸福 我要他再遇上 愿意真心真意爱他的人 对他 对他 对我们的儿子 他都能够真心的疼惜 那个人 要能照顾他 守护他 包容他 全心全意地爱他 愿银跟着那个人 要比跟着我 能幸福快乐 你的爱情 生生世世的爱情 不值吗 生生世世的爱情 用来交换一个女人 一生的幸福 那是物超所值了 只是 他根本不值得 典当物的价值多少 由我决定 别忘了 我才是当铺的老板 好 说得好 我喜欢 生生世世的爱情 价值甚高了点 你可以考虑 其他的当物 不 离开他 我也不想要爱情 以免我日后 生生世世忘不了他 你决定了 决定了 我心里面决定了 你决定了 可以赞 但是我逃退 你不想要爱情 你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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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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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一会儿要辛苦你了 把小蕾抚养成人 传寒假的相应 我 我对不起你 不要牵挂我 好好地过日子 小蕾抚养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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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已经是八号档坡的主人了 你已经是八号档坡的主人了 没错 我答应当八号档坡的主人 我要看看其他的地方 八号档坡 什么野兽 什么也要 有这些来干什么 物质的典荡 只是引人上门的手段 我最终要的是人类的灵魂 越是圣洁的灵魂 越是珍贵 我是这间档坡的负责人 老板 陈大伟先生 是 第一次来 是 你想点当什么 我 你们这里 真的什么都可以当啊 是 手 脚 你妻子的寿命 你儿女的未来 只要你愿意 我们都接受 不 我身上有的你都可以取走 千万不要打我妻子跟女儿的主意 我来这里求主 我就是希望 能让我妻子跟女儿 过个安稳 舒适的生活 我不想他们因为我生意失败而担惊受怕 更不能因为 因此而脱离 你放心 我不会强人耍的 我只收你肯典荡的东西 你想典荡什么 我 我急需五千大洋 我是有栋房子 但是我主户留给我的 如果要当的话 金贵他就知道 我不想他烦恼 金贵是那人 我的店面是住的 我是有半件长库的货 可是那多千年的旧货 我真不知道 我要当什么我才能换 换五千大洋 就当你上衣里的怀表 你是说 你是说 这里是五千大洋 任何一个钱庄都可以兑换 把怀表留下 在合约上签名画押 五千大洋 你就可以带走 陈先生 做生意要当机立断 迟了 也许我会后悔 怀表战时由我保管 半年之内不来赎回 就归我所有 这规矩我懂 谢谢 谢谢 太感谢您了 老板 谢谢 不客气 以后 有任何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 随时欢迎光明 你喜欢拥有这种能力吗 你可以随心所欲 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闭上双眼 想着你想去的地方 你可以自由选择 要让男人看见或者看不见 从我的时间越长 你便可以拥有更多更强的能力 程大伟的怀表并不值五千大洋 没错 怀表不值 但他的灵魂却值 陈大伟这个人秉性正直善良 他的妻女会脱口他 他一定会再来 五千大洋 能换来他的灵魂 这种买卖 我们不会吃亏 你确实是个精明干练的生意 很好 我没有看错人 我在密室看见那些典当屋了 在我之前 应该有其他的主人吧 他犯规条 我不能留他 什么规条 他私下用了个人的典当 我让你死了 主人 这帝王纯身 永世不得超胜 我希望 不要犯同样的做 铺子里的这些人 他们全是典当了灵魂的躯壳 攻你居使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 生生世世 只有这些没有灵魂的躯壳 与我为伴 我会为你挑选一名伙伴 一个真真实实 又灵魂的人 没错 那么 我要自己挑选 好 既然是要为你生生世世的人 我可以让你亲自挑选 但那个人 必须经过我的同学 茫茫人海 谁才是真正能伴我生生世世的人 我想念你想念过去 没有人能把你带进 再重来 前面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的 阿静姐 没关系 是你呀 阿雪 你走个路不会出个深吗 你看我一桶水都给你撒完了 怎么 我改了洗毛车我爱着你了 对不起 阿静姐 你还没有出唐呢 你几个欺妇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你什么意思 你才来没多久啊 满意就答应你接课 我呢 我来了好些年了 我去要帮你们洗毛车 你命好啊 金姐 我命好啊 你讽刺我是不是啊 没有 你们这些人只要陪那些张三李氏 说些好听的话 就可以吃好的 穿好的 而我呢 整天要待在那个又脏又臭的毛车里 我从早忙到晚 我得到什么了 我连都好吃的我都没有 我好什么 我好什么啊 只要我出唐去张乌克 我还宁可去洗毛车里 你放屁 你倒会说些风凉话 让你二上几天 我看你还会不会这么生气 我告诉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愿意洗毛测是吧 那好啊 你既然有这个影头呢 我就吃点亏 我们交换 你帮我洗毛测 我帮你出唐 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吗 是真的吗 阿金姐 你真的敢帮我啊 就是当然咯 谁叫我们说好姐妹嘛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阿金啊 你都已经来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春秋大梦还没醒啊 就比你这个尊荣 也不晓得下跑多少客人了 我们春满柔啊 总不能一天大碗贴钱给人家收金了 你说是不是啊 你 你要我的什么的 满意要你赶快去把扶荣房赶快打扫干净 还不快去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你们打我的铁打的 莫不其妙 阿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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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啊 这些衣服都留给你 我用不着了 芙蓉姐 四芙蓉 良心给狗吃了 我伺候你那么多年 你连外幕布都没有给过 难得我们两个同缘 芙蓉姐已经为自己赎了身 过两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没什么好留给你的 芙蓉姐 这些东西啊 以后我都用不上了 你喜欢就尽管拿去用 阿雪 记得 要多为自己攒点钱 将来还为自己熟悉 要多为自己做打算 傻孩子 来 告诉芙蓉姐 你哭什么 芙蓉姐 我不要接客 芙蓉姐 我不要啊 我不要 芙蓉姐 芙蓉姐 我不要接 你不要哭 两个的蠢女人 有福不畏小 我个屁 那么 芊夫人 请在这里 牵上你的大笼 明日起 你的身体将会一日日衰竭 而你丈夫 将会一日日的好转 如果你半年之内 不来赎回的话 你自己将会性命不保 我知道 看来 你是不打算赎回你的健康 你真的愿意为你丈夫牺牲性吗 老板 你有爱人吗 或者 你有爱过人吗 如果有 你就会懂的 我爱你 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业务务力 感谢观看 小蕾 小蕾 娘 都是汗 娘一会要出去 你夜身体不舒服 您别去吵她 你就在这玩 乖乖的 别到处乱跑 知道吗 知道了 爹 您好一点没有 我还是 您吃了这么多铁药 也不见您有起色 待会我要去教堂 好不好 我请白神父 介绍个杨大夫来给您看看 不用了 我自己身着我自己清楚 再休息个两天也就行了 钱庄的事你还行啊 嗯 我学得挺快 又有韩夫他们帮忙 不成问题 自从 自从韩诺失踪了以后 你娘也走了 这两年 钱庄跟家里的事 多亏了你 我们韩家 爹 别再说这些 我是韩家的媳妇啊 那您先休息 那您先休息 去钱庄是吧 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还多谢您照顾 老太爷现在身子好吗 还有你小少爷 今天不见还挺想他的呢 你小少爷真是可爱 一副小大人模样 肯定是个开心姑 小奶 小奶 上教堂是吗 小奶 您上教堂是 期待你何家平安夫婿 早日归来 我没说错吧 白神父 我会担个点时间 你不用等我了 待会我自己回去 谢谢少奶奶 沐飞 他看得到我吗 我当然看得到你 白神父 您在干什么 我 白神父 怎么了 没什么 我们进去吧 嗯 大爷 坐车 你刚才 是不是拉了一个姑娘 上洋人教堂去 姑娘 你说韩少奶奶是吧 人家孩子都十岁了 不是姑娘了 你怎么连人家孩子 几岁了都小 我当然知道啊 韩少奶奶每天 去钱庄上教堂 都是坐我拉的车啊 她可是我的大客户呢 怎么以前我没见过你 你还知道些什么 韩少奶奶这个女人啊 可真是命苦啊 几年前啊 她的丈夫呢 怕下她跟孩子不管了 但夜里呢 又跟别的女人私奔了 哎 韩少奶奶 真是个好样的 死心塌地地守着这个家 侍奉公婆 照顾孩子 她得打理这店里的生意 任谁看了都感动啊 要说起她那个丈夫啊 嘿 可还真的不是东西呢 这些年 可有人追求这位少奶呢 哎 我说这位爷 这话可不能乱说 人家可是贞洁烈腹 要从一而终的 怎么好意思换了她名声呢 不可以不可以的 大爷 跟您瞎说了半天 您还没跟我说 您要去哪呢 我 我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喝点酒 你知不知道 这附近哪里的酒好 喝酒姐妹是吧 问我就问对人了 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哎 走喽 看上来 小爷 你说这还是什么 左还要看怎么来呢 你又一个阳导演 你要怎么来 大爷 不想为了 在让你一下 什么 你叫这么来 您这么来 就是学们 你叫这么来 你 controls 收拾 让我来 上来 你的小爷 大爷 大爷 我往上边走了 上边准备了小菜 让你好好想得 韩少爺 真的是你 韩少爺 韩少爺 是阿金啊 你忘记我了 就是你成亲那天 我倒在你们新房门口啊 是少奶奶让我留下的 你们还给我吃东西 你都忘记了 我阿金啊 人家不认识你凑什么热闹啊 你们看什么关系啊 我真的认识他吗 他是韩家的少爺 唉呦你少罗爽你走开 Bak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太好了 我这是阿金啊 你怎么在这 他只是个洗毛车的下 anim丫头 别跟他说话 给他弄脏了自己啊 这位爷 对不起啊 这丫头没有规矩 坏了您的兴致 我马上让她进去啊 谁让你出来的 给我进去 就她吧 什么 我想喝两杯 让她拿酒来 这位爷啊 咱们这姑娘多的是 您要是不满意这些 我另外再多挑一些给您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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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豆子 是 姨姨 快带韩爷到 阿金姑娘的房里 千万别怠慢了客人啊 阿金姑娘 是没问题 韩爷 这边请 你急什么 这洗把脸换件衣裳 难不成你这副德训 是伺候客人啊 最后 他得换件衣裳还行 满意啊 那我要穿丝绸的啊 还有有胭脂花粉 有首饰 你有什么表情啊 刚才那个韩少爷出手 你也看见了 要是让这块肥羊给跑了 也怪我没提醒你啊 到我房里挑选 进来 最重要的是 多送你韩爷 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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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谈情 是芙蓉姑娘 姑娘 是啊 这里的姑娘 当然了 咱们春满楼里的姑娘 可是琴棋舒黄 样样得通啊 你要是 我能见一见这位芙蓉姑娘吗 可是这个 你这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这边请 这边请 芙蓉姑娘 这位韩爷啊 被你的琴声给引过来了 对不起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没关系 姑娘的琴弦动人 却满怀哀伤了 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能帮得上忙 这位韩爷啊 出手大方 你要是真有难处 就尽管开口 韩爷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位韩爷啊 出手大方 你要是真有难处 就尽管开口 韩爷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里没我的事 我不打扰了 韩爷 请那边坐 芙蓉姐 救我 我不要去一刻 芙蓉姐 阿雪 芙蓉姐 救我 芙蓉姐 你这个死丫头 芙蓉姐救我 我不要去一刻 你死丫头你活你了是不是 把她带走 满意 我给你做一辈子丫头 救救你放过我吧 满意 我看暂缓几天吧 阿雪不情愿 她也是凑着当领对客人 客人也不尽兴啊 不情愿也得情愿 客人已经在等着了 我看过些日子再说吧 她还没有准备好 芙蓉啊 你说这话就不够意思了 你们姐妹个个攒够了钱 熟身从良 这小的不接客 难不成你要我穿满楼 关门打烊是不是啊 满意 够了 你既然替自己熟了身 就赶快走人 我穿满楼的事 你就别管了 把人带走 是 费药 芙蓉姐 芙蓉姐 救我啊 芙蓉姐 坐坐 我替她熟身 满意 你说什么 满意 我不走了 那些钱 就刚做 我替阿雪熟身 你放了她 芙蓉姐 刚针 可是芙蓉啊 你的岁数和阿雪 是不能比的 她少说 可以再做个十年以上 以你熟身的价码 换阿雪 满意 满意我 可是要吃亏的 这里有五十个大雅 满意 阿雪的性子裂 逼急了她 对大家都没好处 这已经是我的养老钱 你若再嫌不够 恐怕 却又替阿雪收尸了 放了她 豆子 你把我客人抢哪儿去了 我怎么敢藏你的客人啊 那海上也是哪儿去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她 阿金啊 人家韩爷是拿你开心 你还当真啊 你这负德性 不要说是人家 付了钱的大爷 就连我都没法张眼 我看算了吧 明儿个啊 你再去跟芙蓉小姐 分账了事好了 芙蓉分账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跟芙蓉分账 跟她什么事情 她不是已经熟生了吗 人家韩爷啊 就是看上那个老小姐 现在正在她房里听取呢 叫我的客人 哎呦 她怎么敢啊 是人家韩爷胆子大 芙蓉 你听过 只要你成为我的伙伴 你就能得永生 芙蓉分账是我的机会 他是我的客人 是你想我的客人 他是我的 你杀死不容 只是为了能好吃好穿 我大客人 我曾有的他 我迟到去从来都没有打过客人 你是我的大客人 你是我的贵人 我要跟着你 快快 想我吗 好压心啊 看我怎么笑着你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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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会回来的 这里是我爱团堕的家 他会不会是另外成家了 你最好记得清清楚楚 所有我给你的东西 我都有能力收回 今后 如果你还敢这样闹事的话 我不会只是赶紧走 这么简单 我愎不过谁 都会这么做 就会帮我 因为他们也是 我可以用来 我最好 我一般 你最好 对 我